要问这个胡歌到底有多红啊 除了整个2015年开启全面平霸模式 他还被半个娱乐圈追着跑 霍建华 近东 严妮 赵丽颖都争着抢着 要跟咱们的苏哥哥站上边呢 当晚的活动将2015年度红人一网打尽 但要说这其中最闪闪惹人爱的 那绝对是胡歌 不仅明星与粉丝齐齐点赞 连小谷 赵丽颖都把钻上霍建华冷落了 直接点名胡歌为新款男神 想合作的胡歌 就觉得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演员 很想跟他合作 高冷霍建华一直以来 对娱乐圈的各路人马都视为过眼云烟 唯独只有一个胡歌能让他绽放笑颜 孙上 你知道有人说 能够把你一秒变小工具的只有胡歌 你同意吗 同意 这是好肉麻的表白 当晚胡歌和霍建华被安排做到一起 那场面简直就是大写的哥俩好 那就是我 这真是是胡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一旁的大哥静东坐不住了 拿出家长权威 勒令小弟别闹了 44岁的严妮也加入争抢胡歌的行列 一上台就拿出曾经拍激烈吻戏的事实 言下之意就是你们的胡歌对我是最特别的 对 因为有一次胡歌说好像我吻了他 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什么空间 我说请问你的房号是几零几 万万没想到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最后竟然是严妮赢了 这个奖让我离真正的演员又进了一步 同时 同时他让我离我心中的女神严妮也更进了一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严妮上台时为了衬托高叉群的魅力 站姿总有点怪怪的 甚至到了后台 她都管不住她的腿 有个耿直的记者大哥提出了以下质疑 那个严妮姐你那个脚是不舒服吗还是怎么样 他让我把腿给弄出来 严妮大呼冤枉 说我不是故意的 是腿她自动弯成这样的 你又往外露 我不是故意的